以柯爸爸 柯妈妈的年龄看起来 一定是已经按照户籍所在地 由里长已经发出了接种通知单 结果你柯文哲你搞的是什么东东啊 又要柯文哲看看新竹市安排柯爸妈打疫苗 还有小黄接送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只问柯文哲不惭愧吗 台北市长者接种乱象多 就连柯文哲的学生 前台北市社会局长许立明也来比较北高 许立明在脸书直言 该说的还是要说 考证写完不代表考得好 他在出示高雄的通知单 明确告知接种时间 而台北市的预约系统却只有写上午时段 这要叫长辈几点去排队 我们也持续的在做改进 为什么要使用预约系统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民众在接种的时候 可以做到分批分流 只要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 就可以完成接种 但不止系统被抓出许多问题 民警党立委吴思瑶 也整理出各县市的疫苗服务 台北市以线上预约优先 没有交通接送 但能道府施打 新北没有免预约 也没有道府施打 但有交通接送 而高雄则是全都有 也让吴思瑶再喊要台北快跟上 台北市明明就有服务量最多 服务密度最高的计程车队 以及富康巴士 但是友善车队接送服务这一项 迄今不见柯市长愿意跟进 从善如流并不可斥 死鸭子嘴硬才是要不得 连克爸妈都被拿来当对照组 是何其讽刺 柯文哲与其要长辈们当现代化的先锋 不如规划好完善变民的制度 省得长辈们要多匪心 TVBS新闻罗氏彭林平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